當初那一天到底是怎麼發生 男優突然放鳥 其實是她在前一周突然說她不害了 然後我就跟她說 那我可以嘗試嗎 就是這中間的過程 沒有時間讓我後悔 結果緊張到今天廁所出衛生 我還不敢讓大家知道 男優進去的那一瞬間 你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嗎 就覺得熱熱的 大家好 大家好 這裡是石春社 為你解明大人才懂的知識 我是吳夢夢 一個色色的AV女優 在開始之前 如果你對AV的知識有興趣 歡迎你留言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日本SOD是真的嗎 我告訴你 台灣AV也會發生 像日本SOD一樣的事情 拍片現場 AV女優沒來的話怎麼辦呢 沒關係啊 我們有工作人員啊 歡迎多多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丁寶娜 多多 那目前專職是 AV台灣的女優 當初那天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讓你從 場季 變成AV女優 應該是說 我本身是工作人員 所以其實會知道 每一支片的進度 那那一片的狀況 其實是在 前幾天就知道說 喔 女優有狀況 但我們其實那一場 光是找女優 就找了一個禮拜 就是 女優突然放掉 其實是她在前一週 突然說她不拍了 後來我們臨時 找了另外一位女優 然後找了那位女優 就是拍片的前兩天說 她臨時要住院 所以沒辦法拍 就是前面拍片 導致她 她下體受傷發援 醫生強制她的住院 之後他們就說 喔 那 臨時要再換人 然後我就跟我們那一天的那個 算是我們公司負責的經紀說 我可以試試看嗎 前面其實就一直有在開玩笑說 我願意去嘗試 但是一直沒有找到一個時機點 進入這一行的目前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我可以嘗試嗎 就是他們會有一個 SOP的那個審核過程 他說那你丟資料給我 然後我去問老闆看看可不可以 那時候蠻趕的 所以一直到 拍攝的前一天晚上九點 我們才開始就是跟老闆溝通說 喔 那我可不可以拍攝這樣子 哇 因為太臨時 所以真的找不到 然後後來老闆在十一點的時候 才同意拍攝 結果那天拍攝是隔天的 早上六點的通告 所以其實基本上晚上我是沒有睡覺 才七個小時就決定了 好 就是寶納拍攝了 就是這中間的過程沒有 時間讓我後悔 那你自己拍攝完 當天有覺得後悔嗎 拍攝完其實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很累想要去休息 因為都沒睡覺 但拍攝前其實 就是特別的緊張 然後他們還說 那你要不要喝點酒啊 放鬆一下 結果緊張到 昨天廁所吐衛生 我還不敢讓大家知道 大家都太熟了 然後覺得這樣很丟臉 但還好那一天的狀況 角色設定其實就是一個 很尷尬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 我那天的狀態沒有影響到的角色設定 我記得那一天的主題是 工地取經 就是妳是工地的監工 然後要去跟男主角 吹工程 然後我是一個新人的實習 妹妹 工人覺得我是妹妹 所以就想要欺負妳 戰老天 然後那天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就是 因為我是臨時上陣 我不是固定的女優 然後那也是我第一次拍攝 那其實我跟工作人員都很熟 包括男女優演員 因為經常配合 然後那天的男優 並不知道我們拍攝 更像是我 那天拍攝 因為我們在工地 所以不可能在工地化妝 我們是找了另外一個點化妝 一直到化完妝 然後要開拍前 我才出現在現場 當然是我 哈哈哈 那時候男優的臉真的 他以為大家在開玩笑 因為我們已經開過很多次玩笑 說哪一天是不是你會遇到我 這樣子 結果是真的喔 他說你需要時間沈澱嗎 他就去旁邊沈澱 他說不是因為我不行 是因為我們真的太熟 他會覺得很尷尬這樣 有點像是那種辦公室的同事 然後突然他要跟你做愛了 會覺得 欸真的嗎 但我覺得他那天應該拍得蠻開心的啦 我覺得他蠻經典的 也就是我們中間過程中 也是保持著像平常在女優的鼓動 這樣子 就是這種的吐傷真重 但是 因為那天的場地狀況太可難了 我記得那時候是 就是 真的工地 之前我在單身肉肉傳媒製片的時候 寶娜來面試 第一個書面資料給我看的時候 我就想說 欸這個不是我之前看過 工地取經的那女主角嗎 然後我再認真的去看了一次那部片 喔那個奶真的超讚的 哈哈哈 哈哈哈 謝謝 謝謝誇獎 那個時候你是短頭髮 我男朋友看到他短頭髮的時候就說 千萬不要啊 你不要為了人家的奶子 就用它 哈哈哈 我說 怎麼了奶子不好賣奶子超讚的 在國產AV市場要找到 又大又圓又漂亮的奶子 真的非常難得好嗎 是自然的 就是你當初在拍工地取經這部片的時候 因為奶油很熟嘛 嗯 那奶油碰到你的時候 你心裡在想什麼 喔這是真的 哈哈哈哈 但當真的在touch的時候你就知道 喔沒辦法回頭 它touch到你的時候的那個心境 對很敏感 但是那個狀態就是 嗯我現在馬上進入狀況 不然我等一下會再來一次 所以我必須每一分鐘的每個表情 你都要盡可能做到 我想得到可以反映出來最真實的樣子 不然的話我等一下再來一次 其實我是不願意 很少女演員會想這件事情 就想說我 為了等一下不要繼續重新拍攝 而第一次就要表現得最好 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做得非常棒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標準都不同 就即便是我覺得ok的東西 別人不覺得是ok 我一樣是出來混一口飯 然後別人在錢做事情 所以我應該要呈現最漂亮的狀態 我當初進這一行的其中一個想法 也是希望 大家對於這個產業 就是保有一個 原來應該有一個態度 而不是說你今天來拍攝 色情產業你就只是為了要肉欲給大家看 你如果沒有表現你一定的專業 這個產業沒辦法順利的生存下去 男優進去的那一瞬間 你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嗎 我覺得熱熱的 其實當下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當下他進來的狀況 跟平常一般在家裡自己做愛的情況 會不一樣 你會異常的冷靜 你感覺到他的每個動作跟軟硬度 可是其實你沒有任何的情緒的 那他是很硬的嗎 不是 因為那天的狀況真的很糟糕 他能硬我一定會感激 因為我們沒開冷氣 然後也不能開電風扇 然後我們沒有床 就是完全是在木頭地板做 就是只有墊一個毛巾 好辛苦喔 我覺得我 我很開心我第一次拍片 是在這麼柯南的情況 不會讓我有舒適權 每一次的拍攝都會比第一次好 就是會覺得 有進步的空間 是第一次都這麼柯南 那你後面都不用想了 不用擔心 那朵朵 你現在從 場季變成AV女優之後 你的生活有什麼變化嗎 像我 我自己就會 好像變成比較有名 去夜市的時候 就開始會有人請我吃東西 這個東西真的超棒的 我知道你 然後我請你吃東西 所以我就 其實不是你的問題啦 是大家帶熱情 我覺得名氣這一點是 我期待得到的回應 但剛開始進這行的時候 從路後走到目前 我覺得第一個最大的改變是 對於具體身材的省事 就是你知道你將來有一天 會變成 大家都知道的人 所以你平常要更小心 你的言行舉止 即便我是AV女優 但不代表 別人不會覺得 你這樣子不OK 那另外一點是 拍片前後 我會去 觀察我的身體狀況 譬如說像今天我出門的時候 我平常會想要抱我家的貓民 但我今天就不敢抱 因為我怕會弄到衣服或幹嘛 就是那種小細節 你必須要 比他們更注意 或是拍片的前幾天 我可能就不會去朋友的活動 因為有可能我會身體摔傷 因為我最近玩都很神經病 就是 他私底下真的是一個瘋婆子 對 我真的瘋婆子 如果是說薪資的部分 當然有很大的調整 但是這樣相對的我的開銷 也會隨之 變大 影響 對 像 品嘗出去的穿著 就會想說 那這件衣服拍片用不用得到 我也是 就是買內衣的時候也會想起來 對 拍燒的部分我有盡量解枝 因為你會發現自己其實 可以買的東西更多了 可是不代表你真的需要 就變成是自律的部分要增加 對啊 我都沒有在自律 我都在亂花錢 我是 亂花完之後才開始自律 已經失控了 我自己第一次拍片的時候 其實是我自己請人家來拍年曆 就是我們目的是拍寫真年曆 但是可以附射拍一支A片 我自己去做 然後一泡而紅 就開始大肆的外流 那個時候我其實是很開心的 想說我總算被看見了 就是努力有成果 你其實也是帶起一個先鋒 就是 我覺得願意做這個產業的人 跟願意有想法去規模 這樣的影片的人 是 不多見的 因為其實你現在是我 唯二用起來 非常好用的女優 謝謝 對 用 用起來 因為拍片會遇到女優 很多眉嘎的問題 但是在朵朵身上都不會遇見 像是女優會遲到 身材啊 你自己會很自律的 顧自己的身材 表面啦 就是至少表面要 然後非常敬業 評價又好用 真的是 我覺得啊 其實從幕後 轉到幕前這件事情 是非常需要 勇氣的 因為一開始躲在幕後 不需要去承擔 外界的人的看法 但是你是 完全做好了心理準備 然後走到幕前來 並且現在發展得很好 我覺得 這件事情是讓我覺得 很棒 我沒有比他們更多勇氣 但是因為 我在幕後做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比他們更有機會 去消耗這個東西 所以我反而覺得 我是比較 其實看過了很多人 進這個產業 再到離開 有些人來 拍個一兩支片 就離開 那是他們的選擇 那也有可能 他們在這個產業 找不到適合他們的 那種方向 對 但我是希望說 我如果可以把這個工作 做到 我想像這個工作 理想的狀態的話 是不是其他人 也會想要進來 就是突破他們的幾個 我兩個都是國產AV 就是為了國產AV而努力的人 真的 真的 因為其實之前在做幕後的時候 遇過你 我們在同一場 是 片場 然後不同的空間拍攝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你很支持 每個人身上 該有的特色去做發揮 把你的優點發揚光大 對於國產AV 如此上進的情況下 在其他片商會說 台灣女優七大罪 或者是台灣女優 不好的地方的時候 你有怎麼想嗎 有的時候看到新聞 不要講其他廠商 就是光是看到新聞 會拿這些點炒作 就是 當下看到就會覺得很生氣 怎麼會有這個執照 可是就是會有 導演來寫 這一塊的 不好的事情 給大家知道 我知道他的目的是炒作 但是 你有不不正確的觀念 才有機會讓我們去 不願意導真觀念的人 並不了解這個產業 他也不會好奇 他只是看到新聞就覺得說 喔這產業就是這樣 但那些人對我們來說沒有影響 可是真的會受影響的那些人 他們會因為 我們這些就是被炒作的東西 好奇去深入了解的時候 他可以得到的資訊是更多的 讓我們有機會 更多的機會去 告訴他們說 只是我們做的產業 跟你們不一樣 我們就是做一般工作 我們才唸七大罪 你給那邊吃 好 第一個是讀影 第二個是都很難搞 第三個是沒有職業道德 第四個是男有狗 第五個是都會受傷 第六個是不願意經營自己 第七個是刺青 你中了幾個 哈哈哈哈 刺青中了 刺青中了 他抨擊這七大罪沒有問題 但這個東西不是只有我們產業會的 對 應該就是說 全世界的人都有這七大罪 只是他 在哪一些產業裡面 沒有遇到這樣的 你有遇到那可能就是有 你沒有遇到那就是沒有 他跟產業沒有關係 你今天會做這件事情 你不管做什麼工作 你還是會做這件事情 是啊 但不代表說他做這件事情 他進入這個產業 這產業的所有人都會做這件事情 新聞就講得好像 所有女友都有毒癮啊 所有女友都是男幼狗啊 那我為什麼還在自己 他還沒來找我啊 就是我沒有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好好的 就坐在螢幕前面 我覺得我需要花更多的時間 去導正這些觀念 我覺得很美 沒事 我這樣加油 好 有你在我覺得 AV殘怨性 不行啊 今天非常開心 歡迎金寶娜 朵朵 來接受我們的採訪 那如果你對AV有什麼樣的疑問 或者你有什麼樣的問題 想要留言給朵朵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金寶娜本人會隨機的回覆你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 留言 訂閱 開啟小鈴鐺哦 那你全身上下 最敏感的地方是哪裡啊 最敏感是 Dowin 我脖子超緊的脖子 因為我都還沒碰它 我已經會緊張 我沒有這樣陪你們 你走在街上 就有人突然走過來 真的太可怕了 我已經長得很好 謝謝招待